来关心我们的农业 花林县政府去年起和宜兰大学合作 针对了文丹佑国品 能比照台东释迦模式 外销大陆等国际市场 有初步成果 而县政府农业初六号 班晚也在瑞士乡农会 针对了文丹佑的国品外销规范 除了是将协助辅导农民 外销包装场域的改善 并且也要求产销履历正正 瑞士乡农会也将全力协助 幼农来配合改善 台湾文丹佑产销失衡 农政单位除了辅导转座调节产能 花林县政府去年起 与宜兰大学积极合作 提升花莲文丹佑国品外销市场竞争力 希望今年成功打开外销大陆之门 比照台东释迦成功销路的模式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与宜兰大学合作 针对了文丹佑天津管理 产器调节到采收及货场 逐一调整改进 避免虫害交叉感染 确保外销国品的安全 针对这个部分花莲县政府也非常用心的来跟对岸 来做一个协商 初步现在的协商的结果 就是希望农友在包装厂的改善方面 能够分为两个区域 一个就是集货区 另外一个就是包装区 那就是把我们包装行的文旦 跟我们采下来的文旦要做一个区隔 避免这个戒壳虫的交叉感染 如果有意愿要把文旦出口到对岸的部分 那都可以向农会来做一个 意愿的一个登记 除了包装集货场域的区隔改善 另外针对要求产销履历认证的外销条件 律师将农会也将全力协助幼农改善配合 那因为对岸对食品用药安全的部分 也非常的重视 那所以要出口到对岸的部分 也有特别要求说 能够有一个安全用药的一个规范 也就是我们的产销履历的这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的文旦幼农 还没有开始来做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 我们希望各位可以尽快的到农会推广部来 我们会协助农友来做产旅的一个登录 律师将将近800多公顷的文旦幼园 平均年产量有1600万斤 约为2000万粒的文旦 除了国内市场上级农政单位 在地农会与农民也积极开拓外销市场 而这一次比照台东市家模式 提升花莲文旦又外销品质竞争力 希望能够成功打开大陆市场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这样的订阅